今天的评说新语生生 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一带一路的下一个十年 刚刚节目当中 我们已经聊到了过去的十年 那么一带一路的下一个十年 又该如何来看 十年时间过得很快 我简单地回想一下十年前 就是2013年刚刚那个时候 中国国家你老人 刚刚上台没有多久 刚刚不讲那故事吗 先在哈萨克斯坦提到一带 然后在印尼提出一路 一带一路 就语言成形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在一些演讲场合 或者一些平常的朋友聚会场合 我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般人 对这个一带一路的概念 一般的反应 一不太那么重视 第二呢 甚至有人认为 这是一种比较更多的一种 政治上的一种文宣大宣传 当然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 特别看衰 一带一路说会知道什么 在无陷阱什么等等 时间过去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 好像他们讲的都不太对 我们感觉一带一路搞得风生水起 是吧 红红火火 你美国的重返亚太 现在已经没人提了 印太战略现在也没人提了 最新的刚刚提到什么印欧新政 我今天没谈到印欧的什么经济走廊 这次以色列跟什么一搞 恐怕又没有了 但中国的一带一路搞得风生水起了 所以时间过很快 那么今天我们当然就关心了下一个试炼怎么看 我认为一带一路下个试炼 值得注意有四大趋势 第一大趋势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触及到了 就是中国会借着一带一路 推行中国版的全球化 本来你美国搞全球化 我也不反对 我也愿意加入你搞得全球化 但是你现在不搞 你为了要对付我 你现在破坏全球化 杀死全球化 那我不能跟你 我只是搞中国版全球化 那主要的内容就包括刚才讲的 以一带一路2.0做一个基础 再加上亚投行 这个中欧班列或者中国域外的高铁 还有加上上海合作组织加 对不对 然后进砖国家组织加 这个叠加起来 就是中国版的全球化内容 第二个趋势 就是中国会尝试努力 借着这一带一路 做一个平台或机制 努力地向全世界 介绍中国所倡议的新世界价值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过去美国 在美国全球化的一个情绪上 它当然带来全球更多的繁荣 跟效率 这个不必否认 但实际上美国版全球化 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 并不能让全世界所有人 都得到好处 而是弱势者 反而吃亏 中国提出新世界价值 包括刚刚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展倡议 安全倡议 或者文艺倡议 都是这么一个概念 第三个大趋势 就是中国会 以一带一路做个载体 希望努力地为世界 去发展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货币 那么现在去美元化已经开始了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去美元化不是中国要追求的终极目标 而是以这个作为一个载体 在一个过程来追求一个新的世界货币 这个对全世界更好 而这个新世界是非任何一个非主权国家的货币 那么最后一个趋势 就是翻转地缘板块 这个地缘板块过去500年 是以海权为主的一个地缘板块 那么现在一带一路 既有陆权又有海权 而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 重新以陆海双权的这么一个架构 翻转全球的地缘板块 视频的分享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期再见再会